大家好 我是Danny 歡迎收看Denman826頻道 今天來到旺角準備和大家去吃一間任食火鍋 這次還是無限時 有很多觀眾朋友說只有90分鐘不夠 今天和大家嘗試這個無限時的火鍋放題 一起去看看 Let's go 今天我們去的火鍋店是陸鼎記 位於旺角彌敦道601號創卿廣場五樓 進來今晚吃任食火鍋這間叫做陸鼎記 之前在觀塘開了一間 今年年初在旺角創興中心開了另一間 這裡都很大 全部都是卡位 好像一堆火車長的卡位 每個卡位得錯四個人 我們今天兩人都很鬆動 觀眾朋友來都喜歡收看這類型的 自費真人實測試食影片 或者其他飲食、旅遊生活資訊片 就快點按我Denman826頻道的訂閱和鈴鐺 全部都是用心製作真人真情分享 多謝你們每一位的支持 今晚這個火鍋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選擇吃無限時的方題 如果今晚無限時 因為今天是星期六日368元 平時是358元 如果是有限時的話 好像是50元 308元 如果限時就是兩個小時 不過我看都是差幾十元 吃無限時可以慢慢享受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都說想吃無限時的火鍋 它有兩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可以先吃一個主菜 分別有酸菜魚、重慶雞煲、香辣烤魚或椰子雞 今天我們就選擇椰子雞 另外還有一個刺身拼盤 然後火鍋可以選擇湯底、牛肉肉類 還有一些東西可以在QR Code點 還有外面有自助Bar 現在就等椰子雞和刺身來吃 現在來了幾碗小食 有個好像雲耳、蓮藕、花生和雞腳 還有刺身拼盤都來了 我看看刺身有什麼 有幾款的 分別有帶子、蝦、三文魚、鮑魚和油甘魚 有五款的食物 每樣就一人一件 每樣兩件 擺盤都挺漂亮的 現在首先試一下油甘魚 樣子都OK的 試過的魚都是一般的日式放題水準 又不是太驚喜 不過也好 有幾片刺身吃一下 最好就是今天可以慢慢炭 刺身的帶子都很厚、很大隻 都挺甜 鮑魚夠夠軟 還有蝦都是厚的 大家看到 它起了肉也挺大 這就是一回合一個拼盤 不是任吃的 這個就是 我們選一個主菜項的椰子雞煲 它是一鍋的湯 是椰子湯 一碟的雞都挺大 如果兩個人來說 不酸蝦濃的椰子味 很雞湯 不重的椰子味 試一下雞 我不點東西試一下 看看會不會吸收椰子的味 沒有什麼椰子味 所以喜歡吃重的味 我應該選擇重慶雞煲 一般的雞煲味 就是一些辣辣的 濃味 這個比較淡味的雞 它那一碟 你好 你好 有來拍攝 很棒 你好 你好 謝謝 謝謝 剛剛碰到幾個觀眾朋友 看到了 真的很多我的觀眾都來吃 原來那一碟 類似椰子粒 它是加了一些沙薑粉 可以擠一點青檸 味道又不同 吃下去 現在吃完那些椰子雞 煲了一陣子之後 加了一些雞油 雞味 這個椰子雞湯的椰子味 現在的湯很美味 真的好像煲了一陣子的椰子雞湯 吃完那個椰子雞煲 現在就可以選湯底 它有四款的湯底 有鴨血麻辣鍋 煲滿豬骨 皮蛋芫茜 豆腐湯 和海鑊 海鑊 我打算要皮蛋芫茜 豆腐湯 其實說真的 這個椰子雞的湯底 你加一點水 都一樣可以做煙爐湯底 或者你吃麻辣 麻辣雞煲 草興雞煲 那些都可以做湯底 不過今天試完 芫茜皮蛋豆腐湯 而飲品在外面的自助區拿 有很多不同的飲品 有些汽水、罐裝 還有自家製的涼茶、清涼飲品 竹蔗水 另外很多的食物 都在自助區 火鍋的食物都在那裡拿 現在出去和大家看看 在洞櫃這邊擺放了二十幾款不同的火鍋食品 例如有些水餃、雲吞、餃子 不同的肉丸、魚丸包心丸等等 都放得挺整齊的 全部放在膠盒裏面保持維生 綠色蔬菜選擇不算太多 只有三、四款 都有炸魚皮、響零 還有一些麵食 旁邊就是自助混帳區 除了外面的自助區 另外在QRCO掃了之後 在手機上也可以點 有些肉類 有安格斯牛小排 牛肩格 有鹿魚島的豬肉 羊肉片、雞腿 有生蠔海蝦、鰻魚肉 還有沙白蜆 不過沙白蜆今天就沒有了 另外有些手打圓 QRCO選擇的食物不算太多 大部分都可以外面拿 其實來吃火鍋也是主打牛肉 它選擇的食物不算太多 這裡就是一般普通通 平常吃火鍋有的食物 皮蛋玄西豆腐鍋來了 玄西和皮蛋是切得很小顆的 不是大大塊的 豆腐就是大大塊 不過就聞到香皮蛋玄西的味道 還有牛肉和海鮮拼盤都來了 牛肉是牛小排 另外海鮮拼盤有些扇貝 生蠔、蝦和手打圓 但其實海鮮拼盤除了扇貝之外 其餘都可以再選擇 不是 它好像裸肉都不能再選擇 生蠔、蝦和手打圓都可以再選擇 另外我也是外面的自助區 拿了一些丸 冬菇、瘦珍菇、有雲吞、魚皮餃 還有我喜歡吃的魚皮和響靈 最重要就是有這些 可樂 飲品真的算很多 有合裝、有罐裝 還有一些自家製 好像放在珍珠奶茶杯裡 有些冬瓜茶、粟姐水 這個牛小排肉 看起來雖然不是太多油脂 但吃起來也不韌 有牛肉味也不錯 我看到這裡寫著 第一輪送來的 叫做美國特頂級牛小排 跟QR Code點餐有點不同 那個就這樣叫做美國牛小排 所以再叫來追加的 看看會不會有不同 我們叫了任典的牛小排和牛肩 一起配合 牛小排看起來的樣子 都跟頂級差不多 那些顏色的光澤 鮮艷程度都差不多 跟它其實更長一點 更長條一點 都是薄切的 現在試一塊 試一塊 看看又如何 跟剛才那個 因為剛才那個吃下去 它就很有牛肉味 不韌 最佳那個 任吃的牛小排 其實肉質都差不多 跟剛才頂級的 都是軟的 都是有牛肉味的 都是一些 在街市買的 那些漂亮的 打火鍋牛小排牛肉 不會太肥 都OK 個人覺得 牛小排比牛肩隔好吃 牛肩隔有些咬口 牛小排就是 滑一點 牛肉 牛肉味都差不多 兩樣 其實這裡只有兩款牛肉 就是牛小排和牛肩隔 比起一些其他的火鍋 可能有七八款牛肉 這裡比較集中 你喜歡吃就OK 喜歡吃就OK 喜歡吃就只有這兩樣 之後我們再叫了幾碟的牛小排 相比第一、二碟來的 肥了一點 不過這個情形 在很多火鍋放題都會出現 越次叫的牛肉 就越肥 現在就是報時信號起響 七點鐘 我們今天就五點半進來 其實現在吃了九十分鐘 如果有些火鍋放題 九十分鐘 現在已經夠了 不過今天 知道無限時 我們拖慢來吃 不會吃到像打仗一樣 這也是一個好處 就是慢慢拍慢慢吃 平時又要快快拍快快吃 所以今天就不同之處 就是無限時可以慢慢享受 就是不用切割 把東西都放進去 試了兩款的手打丸 分別是蝦丸和墨魚丸都不錯 挺彈牙爽口 而且吃得出有少少的蝦肉和墨魚肉的鮮味 不會是一塊膠 現在試試海蝦 它就不算很大隻 OK 這隻蝦都爽口彈牙 不會梅 都好像我那次自己去街市買回家的大便利海蝦 這麼爽口 那隻韓國蠔都OK 不會是一股腥味 起碼也有少少蠔的鮮味 現在吃到七七八八 就喝回竹姐茅筋水 它有很多款 有樂神花茶 又有冬瓜茶 之類 就好像珍珠奶茶的包裝 一個這樣 現在吃到差不多八點半 三個小時 都已經飽了 打算吊上雪糕 那就剛剛好 甜品都是得一款 就是Hackandise的杯裝雪糕 四款不同的口味 蝦蜜瓜 士多啤梨 雲尼娜 和朱古力 說回座位 其實原來我見 這些卡位 現在我們坐的 是六人座位 因為後面兩台 都是坐了六個人 其實如果六個人 就真的有點迫 你知道嗎 其實那些這麼大份 腳又長 如果你坐在裡面 要出去 都要移兩個位 還有這個卡位 做得比較直 要立正坐在那裡 就不是坐得那麼舒服 不過卡位是比較private 如果多人的話 就比較迫 這是我的意見 餐廳環境都算是不錯的 今天我都吃得挺滿意的 食物的水準是ok的 但是選擇來說 就不算很多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種類 都是一些大陸的火鍋配料 不過點完餐之後 都很快食物就送到來了 也都沒有什麼漏單的情況出現 到這一刻 我都覺得ok的 還打算遲些跟阿姨來試一下 不過到了埋單就辣興了我 搞到我都不想再回去吃了 你們收不收消費券那些 哪幾個阿修 支付寶那些都行 不不 我想問一下 剛剛埋單想和大家 問一下收不收消費券 雖然我自己拿著信用卡 但那位哥哥仔很老闆 就說 那你現在是不是給消費券 我想問一下 他說什麼消費券都收的 那觀眾朋友都留意 觀眾朋友都喜歡我今天 在鹿鼎記這個無限時火鍋放題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影片給朋友 還沒訂閱我 Damman826朋友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當你有新影片出的時候 你就不會錯過 還可以follow我Facebook IG 記得特別優惠資訊 生活點訂閱和大家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我會拍出 我們下條影片 請到視раз網站